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见现在现代人的压力有多大 那痛点有多多呢 好 今天邀请专家帮我们好好的疏通我们的经络了 好 有请我们的张昭和周医师 欢迎张医师 所有疾病症状都有它的起源处 想知道在哪里吗 请看这一集 好 谢谢我们的张医师告诉我们 人体其实有七个原始点一定要把它找到 然后对症下药 好 接着我们欢迎是我们周医师 杨素卿医师 冬季养生将将好 将有多神奇呢 等一下告诉您哦 好 冬吃萝卜 夏吃姜 那这时候的冬天将将好 怎么个好法呢 好 第一次要欢迎是我们财经台的 字幕李仁文 欢迎仁文 身体病动不能脱 多睡多动才健康哦 像我们仁文 来 仁文就是常常动 但是动的方法到底对不对呢 脚哪里去钻到呢 那个抽筋 抽筋 抽筋 等一下有请老师来帮忙哦 好 谢谢我们仁文 好 接着我们真的要动一动大健康 有请我们孝兴老师 好 各位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跟我一起动一动 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用小小的网球 来放松你的肩颈 放松肩颈 OK 准备我们先让身体活动开来 轮流拿球 胸口打开 轮流拿球 胸口开 然后保持呼吸 打开的时候你要吸气吐气都可以 只要不要憋气就好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尝试 手眼的协调 一点点传球的动作 球掉下来了 再一次 没有 小心 所以发现我的手眼协调 好像没有这么好 老师刚刚是故意这个 对 是故意的 对 要跟大家讲 所以这是第一个的活动 就是我们水瓶的移动 那再来就是前后始状面 一样可以一点点小小的抛起来 所以老师要抛起来 对 要抛起来 OK 对 保持自然顺畅的呼吸 肩膀前后的活动 膝盖可以尾弯 膝盖尾弯 不锁止 如果你的脚抽筋这样可以动吗 可以啊 可以 OK 好 OK 所以第三招的活动 两手握起来 然后慢慢绕着你的头部 肩膀的绕环 一样保持呼吸 慢慢让你的胸阔 肩膀 脖子的肌肉有做到牵引的动作 OK 换边 所以手要绕到风衣室就对 对 但是如果你觉得 好像还是卡卡的 就是动作先小一点就好 OK OK 所以活动结束 我们来按压一下你的肩颈 一手插腰 一手拿球 轻轻的脖子侧边按压 不要太大力 就是反而是小小力的 有按压的感觉效果会比较好 吐气 吐气 然后大概10到15秒 你就可以尝试换边 换边 那还蛮舒服的 对 因为现代人就是手机 平板 电脑 看很多 而且姿势不良 对 所以C组看很多 今天还有最终一样说 一天如果久坐超过9小时 就会短命了 就会短命了 而且当然姿势不良 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今天教到她的家就是 你大概坐20分钟就赶快站起来 按摩下你的肩颈 第二招就是一样斜方肌 也是我们容易紧绷痠痛的地方 大家可以同一边 右手就是右边的斜方肌按压 对 手指头轻轻压在球上 这可以自己来吗 对 可以自己来 可以 OK 换边 本来我想说老师可以帮我一下吗 好 要说要自己来 可以自己动一动大健康 对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记得 温度提升之后再去做按压 然后今天就是小小的网球 希望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温度提升就是要自己先暖身一下 对 要先活动一下 先活动一下 好 我们掌声谢谢我们夏季老师 带给我们的球球运动 重点是大家每天都要动一动 才能够大健康 好 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堂 那再次跟观众朋友说明是 别忘了你的手机 可以同步上三菱新闻网 就可以一起来掌握今天的精彩内容 还有2015年12月开始 住在我们洛杉矶的朋友 也可以透过当地的电视台 可以收看我们的88健康友方 所以我们也照顾到LA的好朋友了 好 今天我们特别把两位中医师 找很好的治疗我们现代人的 这个久坐酸痛也好 或姿势不良引起一些痛点 我刚刚讲太多人身上有痛点 任文 除了这个膝子扭到 对不对 抽筋 你觉得身上会常有痛点吗 痛点不舒服的地方 如果以上班族来讲的话 一定大家都共有的痛点 就是肩颈 肩颈 对 肩颈嘛 然后有很多人如果去看中医 坐骨神经可能 对 也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甚至有些人腰都要用一些靠垫 摆在那个椅垫上面 椅垫上面这样靠着 那他的腰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待会可以问一下医师 而且等一下任务还帮大家问到一个 可能很多人也会常去动 动一动 拉一拉 整齐 对不对 整齐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我们强证了 就真的不会有病痛了吗 好 我们首先要请教张医师 张医师今天也带了很多的鸡膝 那张医师跟我们分享 那一包捆得红红的这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非常的好奇 这是什么 这个是红豆袋 红豆袋 是 里面装的是红豆 红豆 那最主要是用微波之后 那加热之后 然后披在身上 可以保暖 你可以帮我们拆开来看一下吗 好像一个圣诞礼物 对 这个如果会用的话 知道它好当圣诞礼物 其实也不错 所以这红豆是在里面 是吗 是 装在里面 那这是给病人 患者 然后如果他身体不舒服 那一般 这是一个热肤带就对了 对 也是当作热肤带 那这是绑在身上吗 是 可以绑在身上 那微波之后 热了之后 可以绑在身上 怎么个批法呢 好 我先示范一下 好 我就示范 请张医师帮我 帮我怎么办 就类似这样 然后再把它绑起来 然后身体就会感觉蛮舒服的 是 披风的绑法 对 这有热乎乎的 特别是很冷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很温暖 那绑 这好像有点在背小娃娃的感觉 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就背着 然后等它凉了之后 凉了 但是最好还是要有一个外衣 要不然它很容易就 散 这个就散掉了 对 是是是 好 这个是脖子的 是头部的 头部的 它的示范是 这个整骨下影 这样绑进去 真的呢 就类似这样 这样好像小春菇 也蛮可爱的 我记得那时候杨医师也带了红豆暖暖包嘛 我们知道为什么张医师讲背部很重要呢 因为以中医来讲的话是背为阳 它是足袋阳膀胱经 而且我们这个头 我们知道说如果热水瓶 头 那个盖子拿掉了 全身会凉掉 所以张医师用这个来弄你整骨的地方 让你全身的阳气都在 那我们知道说阳气如果足的话 你气血循环就好 那气血循环就好 你就不痛了 而且杨医师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手臂的 对对对 同时又很天然 对 而且又可以重复用 比如说冷了 你又再去微波 好 那这时候背着背 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唱的一首歌叫 背起了小娃娃 也会有没有会娘家 好 都没有掌声鼓励一下 好 重点重点来了 好 我们要请有请我们的张医师 今天跟大分 其实我久仰张医师大名很久很久了 包括我之前在友台的同事 他们跟我讲张医师这个大名 有好长一段时间 他们只提到说张医师会帮我们找出 人体的七个原始点 我们都不知道说 我们只知道说脊椎有33大块 可是不知道说有这么多个点 好 我们有请张医师来分享 其实一切都是为了爱 我们来看看 其实张医师之前是职业军人 对不对 是 那后来去考中医师 是 对 那我记得那时候您的父亲是希望您是 就是念 考公务员 是考公务员 是 那后来为什么会行医呢 他叫我说中医其实也不错 那我想一想中医也可以帮助病人嘛 对 所以就去考了 那我们来看看在民国八十九年时候 当时您的夫人是罹患了乳癌 那因为做了一些化疗身体不舒服 您希望能够帮忙他疏解一些疼痛 所以你就替他按摩对不对 那在按摩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说他按道的痛处 是不是都有一个他的点跟原理呢 是因为这样子后来您才创了所谓的原始点嘛 对不对 人的身上有七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咯 是这样 他得了乳癌之后 前身转移 那前身都在痛 那有一次我在 我在帮他按摩的时候 突然间按到臀部的时候 那他因为腹骨沟肿起来 他就说 奇怪怎么按腹骨沟那么痛 但你按的臀部也很痛啊 那我继续再帮他按 结果他感觉当时就有缓解疼痛 那我年续按了三天之后 他腹骨沟的肿也消了 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 原来身体所有的疼痛 我认为都应该有一个开关 只要你按对相对应的开关 而不要再患处按 对 那找出那个相对应开关 按了他就会改善 就是相对应的开关 是 那我们每个人只要今天上了这一科 他就知道开关在哪里了吗 一定可以知道 所以观众朋友您一定要注意听 特别是我们人文 他其实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请他来 其实他每天都要 掌管我们新闻的来源 他还要经过审核 然后大家再看到我们记者采访之后 播出去 所以这每一分每一秒 其实都很紧张 可是因为他也喜欢运动 运动中不小心就常常去转一点 或者说刚才讲我们都很多痛点 是七个很关键开关 你把它称为是七处的原始点 是是是 第一处当然就是在脊椎 脊椎 一条脊椎 那这个脊椎管你哪里呢 整个身体前面跟后面 那前面后面都是由脊椎来管 头部所有的问题 包括五官的所有问题 那你就是耳后这一点 就在耳后 耳背 然后两骨之间这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整骨下沿这一条线 对 那这也是这一条线 那这样就可以管理整个头部 好 那再来七处还有手三处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从肩膀到手肘 这一段绿色的 这一段都是由这一条线管的 在这一条线 不是说都要按 你找过之后感觉哪一点 患者跟你讲特别痛的点 你就在这里加强 那这些症状就可以改善 手有三处 三处 这里一处 一处 然后这里第二处 第二处 第三处在这里 一二三四个咯 那就四个 那还有三个呢 三个就是在第一这里臀部 这这个 这有点像鼠西这里了是不是 腹 腹 那个前面是腹腹 腹 对过来刚好就是这里V字形 再来就是脚踝 脚踝这里 六个 六个 那脚踝管理的就是足底 像粉红色的都是它管的 竹背还有足底 足底都是它管的 就是这里也是粉红色的 那粉红色的只要按这个脚踝 它都可以改善 这就六个对不对 六个 然后再来这个竹背 竹背 粉红色下面那一条线一条线的 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这里管 蓝色的 那这个竹底 就是总共有七处的原始点 这是您在为夫人按摩 然后延长她的生命 大概有十个月左右 对不对 然后找出来的七个原始点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它的位置跟按推处 这是资料整理可能就会更清楚了 是 如果是头部的话 你管理的就是这么多的症状 对 那这里都有写 我们就不再 肩胛部 对 肘部 手背部 足部 还有脚踝 还有臀部 还有臀部的 所以这个七个原始点 可以拆解你全身的痛 对 我要请人文出列一下好了 那我们人文来当一下示范 好 太好了 比如说她今天的脚去扭到 对不对 扭到的时候 你看她走路还一搏一搏一搏 今天特别请她来 好 人我们在中 抽筋 你抽筋的位置在哪里 扭到 对 那像她这样的点要怎么找呢 对 你是在这一条是吗 对 肖腿这边 是在后面还是 这边旁边 旁边 在旁边 对对对 这里是吗 对 需要扶着她吗 不是在后面 不是不是 那我们如果来看 好 我们先站这边 上面那个 对 她是在上脚踝这边 脚踝再上一点点 对 其实她有一点靠后面 后面旁边 好 那我们来看刚刚那个图 回到原先的这个图 好 你看 上背不管的 它这个颜色的都在脊椎 只要这个颜色 我们就是为了去 那刚好你看小腿肚 也是这个颜色 那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以同样一个颜色 所以她要按上面 上背部这里 所以她这里解决 那这里按了 她这里就可以改善 好 如果她这个是人体图 那她现在是在这里痛是吗 这一点 好 那应该一般都是在小腿肚这里 那她是比较偏向这里内侧 那也是一样 她是在上背部 这里就有开关了 那我们弹开一指宽 这里会有特别的痛点 好 我们来看看 所以这就是上背 上背 对 这边会 这里痛是吗 对 你看 所以她一定会有 在这个范围 我们也不用找很久 所以她马上就可以找到 你相对应 这里痛不痛 这里都没有 对 好 那这里呢 还好 这里都没有 对 那她真正的痛点 应该就只有这一个点 那这个点 马上就可以帮她 就是处理这个痛点 反正是在脚 脚不要碰 脚不要碰 脚筋反而上 现在是不要碰你的脚 对 不能碰脚 越碰她就会 这一边她不会痛 对不对 不会 这里确定 所以我用的力道 都是同样的力道 但是她感受就不会不一样 但这个就是我说的 有相对应的起源处 你一定要知道 你疾病症状 到底是从哪里引起的 所以像人文的话 我们一般人都会想说 应该讲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这我们一般的想法 所以我们一定多少 都会加大胶油 对不对 回家也会这样子按摩 就会揉她 哪里痛就推哪里 所以如果按照您的 这个原始点的说法的话 是不可以去碰 换处的 这不舒服的地方 反正是找她原始点 对应的那个点才对 对 如果你碰了 她还会发炎 越摸越痛 是 所以我们那个是一个错误的 可是下一个问题 那人文她自己 没有办法这样按到 那她回家说 家人怎么帮她 其实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的 这不是水管 这一面是墙 然后她就靠过来 然后她就身体左右摇晃 我自己这样摇 对 所以人文你现在记住那个痛点 你记住那个点 然后自己回去就找那个点 我自己这样拿着 然后这样 上背 对 一手拿着 如果没有就桌脚 墙脚也可以吧 谢谢人文 谢谢老师张医师也请回座 我们其实一般中医的话 是不是都讲穴位穴位吗 其实这个原始点 其实离不开我们中医来讲经络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经的话 就是重的叫经 横的叫络 而且它还有包含12条 12条正经 还有我们讲说 齐经八脉 对不对 我们齐经八脉 我们知道任督二脉 大家都知道 对任督二脉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竹太阳膀胱经 是从这个斩竹 走到我们的脚的 最小指的那个拇指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 我们中医来讲说 不通则痛 对 如果气血不通畅的话 那你那个地方就会痛 所以原始点这个很好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在患处的时候 它是在你脊椎的旁边 1.5寸 其实是在那个膀胱经 那膀胱经你那边 跟它梳开了 就好像说 我们用那个高速公路来比好了 这高速公路的话 比如说中山高 那中山高的话 我们如果很多交流道 比如说重庆交流道 就是连台北 那就是可能跟我们心肺有关系 那高雄是到哪里 就是膀胱 那我们知道说 高速公路下去的话 有那个大路 大马路里面下面还有街 还有巷 还有弄 那到家里面 那你其中一个环节 譬如说车祸了 阻塞了 阻塞了就不通了 那不通你是不是 我们刚刚讲说 原始点的那个对应点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的钥匙的钥匙孔 你钥匙孔帮它打开了 以后你那个中的东西 帮它清掉的话 那这个气血就会通畅 那通畅的话 你身体就会健康 所以的话 其实不止说这个 譬如说我们的脚底按摩 其实也是一个 还有说我们的耳穴 我们的耳穴因为它是管到全身 还有这个头皮针 对不对 我们讲说很多中风的人 我们来扎头皮针 其实这个也是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刮痧 对不对 我们的按摩 我们的针灸 其实我知道说 其实帮助病人 也就是梳理我们的经络 对 经络我们的经络系统 因为经络系统是一个网状的 好像那个电脑的主机板里面 你拿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了 就是说你气血不通畅的话 你的疾病就会出现了 对气血通了人就顺了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治病的方法越多越好 而且的话 这个属于绿色疗法 这个绿色疗法是一个外置法 你根本不用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红豆 它可以保暖 这也不是什么侵入性 对 不是侵入性的 而且的话 这个又安全 又便利 又好学 对 所以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知道说 不管白猫黑猫 等到抓到老鼠 老鼠叫谁 好猫 所以的话 你这样子的话 你身体就会健康 好 所以我们的杨医师 也今天特别带了耳珠 我说这不是耳针 是耳珠 那你有用过耳珠吗 听说耳朵多大的人 真的是比较长寿 还有现在找出原始点 之后 我们要跟着讯号走 那比如说上班族 我们常常说 刚刚因为人文是运动的 伤害是抽筋 那我们肩颈痛 那这讯号 要去按哪个地方才对呢 我们等一下告诉您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自体脂肪疯脸 随着年龄增长 脸部皮肤胶原蛋白组织 会逐渐崩解 失去弹性和支撑力 于是造成脸部凹陷松垮 往往感觉老太 和苦命的样子 也很没有精神 糟糕的是 想胖脸往往胖到肚子 想瘦身 的确先瘦到脸 这的确是很伤毛筋 快速有效的方法 是利用玻尿酸来填补 但它毕竟有奇效 而且需要的量多 打起来费用会很可观 这种状况 我们倒可以采用自体脂肪 自体脂肪疯脸 是利用身体多余脂肪 比如腹部 大腿等部位 经离心存化后 再将脂肪注入脸部凹陷处 比如脸颊 苹果肌 太阳穴等 达到风雨年轻的效果 由于使用自己的脂肪 不会排斥 因此非常安全 伤口也只有正孔大小 同时恢复其短 疼痛感低 完全不影响正常生活 因此很多顾客都说 没想到老人的脂肪 转移阵地之后 居然能展现良好的填补效果 这的确是两全其美的选择 三粒电视再度蝉联 消费者理想品牌第一名 坚持原创 追求品质 专业品质正能量三粒电视 一个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小岛 蕴藏着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那是台湾人 质朴和乐观的沃土 认真与竹梦的精神养分 让姿态多元又富有创造力 开出遍敌划落 台湾的美不该孤方至少 台湾的好值得被看见 三粒是台湾人的电视台 从本土杂根向国际原生 为台湾打造一个舞台 替世界开启神话 三粒秀台湾 国际宾 已议会排行与